K爆發IC 現在 我們來擬定 作戰策略 先用大顆度 我們用兩小時的K線來 看一下現在的情況還是怎麼樣 我們用這隻爆亮的K線 來翻一下亞當 看看現在的價格是不是走到了這一次走勢的滿足區 這樣看一下 差不多 這樣子一翻 它其實已經到了這邊 這裡上不去了 這裡翻上來 滿足區到了 也是大的 這也是壓力 上一次上不去的地方 所以這邊其實 估計算還有一個邊界 這裡花一條線 然後近小刻度看一下情況 它到這邊收了 然後這裡有一個 壓力支撐的互換 這裡也有一個邊界 這條線把它界定出來 那接下來我們來 擬定一下作戰策略 它到這個地方 又撞 所以 劇本有幾個 如果說是要做假突破的話 有可能就是會在這條線 但是它有前提 所以它要先破了 它現在可能在撞這邊 它會回來 那也有可能會衝上來 然後再掉下來 那這個時候 我就可以知道我要防守什麼位置 所以它下一次靠近這邊的時候 然後 就是我 開空單空它的時候 這邊就是會有一個 我要空它的位置 大概在這裡 近 5分K 那假設這件事情有成立 下一個在等的空單 例如說 加碼進場 有可能就是等它 下來 破這個區間 再回來 看這個地方 會不會有 這個 刻度會越來越小 刻度會越來越小 我覺得覺得蠻關鍵的 它再回來到這邊的時候 把移過來一點 有沒有出現 上影線的圖案 畫一下 這邊如果說 因為這裡下不去 然後貫穿了 然後這支K棒 收在下面 的時候 我們就等這個東西 等這個 這個如果一出現 隔壁 就空它 高機率會下降 那再來是 這個是 假如說今天要開 空單的 邏輯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這個是 空劇本 然後還有 界定這個 打擊區域 大概就在隔壁這邊 這邊 這個是今天如果要空的劇本 早上五點二十二分空它的劇本 那如果說 我們想要 再賭它看看會不會再噴上去的話 就 看它會不會下來 從十五分線來看 現在又上去 抹它就不理它 多單的劇本 可能就是等破底 因為這裡有一個壓力支撐的互換 所以我們可能 等它看這邊會不會這樣子走一走 破掉 再收回來 它如果說這邊有打兩次底 就是界定出這個邊界是有用的 1627這個地方是有用的 有破再收回來的話 下一次它再來 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我的打擊區 這邊又下來 等一下我把這個重化 情況就是這樣子 界定邊界 破 收 再碰 那就有 有機會上去 下一次再來到這邊的時候就 就 提起的 開單 甚至掛個單子也可以 這個地方 那 至於說 具體怎麼樣就要看它這個上來之後 灰彩 它有沒有抬腳 這個破下去抬起來 如果說還在這個區間的話 那其實 就代表這個 位置的破底翻是有效的 那你再看大可渡而言 用大可渡去看這件事情 完蛋看不懂 反正邏輯上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它有可能會再繼續重上去 你看現在界定出這個空間了 已經被困在這裡面了 在1644跟1627這個範圍裡面 大概 在 27 30 14 16 17 17點的範圍 在這邊 做盤整 我預期啊 它會在這裡面盤 OK 那在這裡盤一盤 那這邊 大概有界定出這個1644是 有效區域 所以 這個是破底翻的空檔 另外一個是突破的那一個 所以另外一個的 圖片 另外一個我們要等的東西是 當它確定了這個邊界之後 如果 有沒有 楊K 就是 上漲的K棒 突破而且收在上面 然後回踩 這個其實 現在不能這樣畫 這個這樣畫 我會覺得 有詐騙的嫌疑 它這個 其實 破的時候 只要它K棒是收在盤整區間的外面 就可以翻亞當 那這個時候 它如果破出去 再回來 我畫這樣子 這是15分K 那你要看它這裡有一個小小的 漸漸的在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 需要去等待的東西 其實 是長得像這樣 哇 過不去 這個 點了再拉回來一點 這個圖形不能畫那麼大 這個我重畫一下 然後把這個 移過來一點 打底區 破底方重畫 狀態 下去 回來 踩 橫 橫 這是它的 然後 這個是上漲的劇本 這是突破的時候 它關鍵的在這邊 是要等一個 破出去之後 它會有一個引線 收在下面 它這個的重點 就表示說 我確定它現在的 壓力支撐已經互換了 像這個樣子 的東西 就出現在這邊 這個有可能很小 我近幾天的心得 就是 這個東西 它可能 真的很小 小在可能要從 30秒或者是10秒的 K線去看你才可以發現它的重機 這是一個 很微妙的東西 目前 我 今天的上漲跟下跌 等的就是 這 這兩個 這個是 做多的劇本 把它收起來 那接下來就是 讓它 走一走 然後再看看怎麼樣 怎麼樣 其實可以回來看 其實很多 很多事情都是 在當下在發生的 例如說 雖然說現在是1分K 它這裡有一個底 這跟Paul 所以 亞當他就走到這邊 這邊就是滿足區 同時也是 這邊下不去的地方 所以滿足了之後這邊就可以開個多單 它就打上來 那打上來翻的話 我覺得我們可以 這個 先這樣子